小豆虾病了 古人说过了清明寒时天 这两天天气实在是太奇怪了 小豆虾不停地咳嗽打喷嚏 它的症状像感冒了 但是又不停地咳嗽 就是这种咳嗽 你们看 但是它现在体温正常 眼鼻也没有浓性分泌物 不发烧 吃东西也能正常进食 所以可以排除是犬窝壳 有点像感冒引起的支气管炎 就是吃消炎药加止咳药治好的 现在第一步治疗 就是先给它消炎跟止咳 吃消炎药 然后配合一些止咳药 我都是用这个狗罐头 这是一种跟午餐肉的一样的狗罐头 然后把这个药 这消炎药捏在里面 把豆虾单独关在澡堂子这屋 然后骗着它吃进去 我是怕给豆虾被药的时候 被其他狗狗抢了 所以把它关在另外一个屋子里 这不都吃了吗 这可能跟这两天突然降温有关系 下了一天的雨 把豆花豆虾单独关起来 花生跟花牛没事 挺皮实的 他妈妈花酒也挺好的 也没事 下雨天还跟着我 身炉湿了 现在就是小豆虾病了 其他狗狗都没事 好